谢谢大家下午好 也欢迎线上的先进或者是无人机界的朋友 一起来在下午的时候 共同来做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交流跟讨论 那前面20分钟的话 我的题目是有关于无人机的管理跟法规的调试 那我是来自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非常标准人组 那解任计证的话 那大概我们整个简报的话分成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我想大概就是 就坏的部分 我们民用航空法针定遥控无人机专章的一些背景 跟大家提出来一个说明 那第二个的话 第二部分我们就想对于遥控无人机的里面的内容 特别是今年的法规修正之后 7月19号法规修正之后 哪一些做的调整 大概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第三个的话也就是算是比较 之前的话我们也在很多场合 大概也都跟各位有简报过 就是有关于真正如何 去做一个遥控无人机的飞行活动申请 跟它的相关的一些管理 那就在程序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以上三个部分的内容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民用航空法这边 为什么要针定遥控无人机专章呢 这个我想如果在座的是 最近这两年或三年 一起跟着不管是成大的赖老师团队这边的一些研究发展 或者我们民航空局的法制修正 或者是上午的农委会那边的药毒所事所 还有防检局他们所做的一些 关于那个农药在农喷的无人机的应用上面一些努力 那可能就会了解到我们民用航空法 增订无人机专章的一些背景 那首先的话就是因为无人机 本来就像早上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老师讲的说 那个本来的无人机是不考证的 那为什么要考证呢 就像车子当初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 也没有驾照这个东西 等到车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要考证 那我们民用航空法为什么要针定 要控无人机专章 那主要就是无人机越来越多之后 首先它对我们的影响 可能是影响到飞航安全 特别是在机场附近的一个 无人机的一个随意的一个放飞 那再来的话就是在那个隐私 还有一些干扰 还有一些飞航的利用 那包括我们其实一直到现在 都不断有接到很多民众会来抱怨 就是说无人机的使用对他们的隐私 造成了干扰 那希望民航局做出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个处理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无人机怎么样去接受 就是能够有一个法律的规范 让社会大众能够接受它 然后进来运用它 这个其实对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无人机 我想在座来参加的 大部分都是跟无人机运用相关的 就这部分来讲的话 一个社会的一个社交上面的一个 那个说明跟了解 我想是一个必要的 那第三个就是打到地上的时候 那无人机的可靠度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说它造成一些事件的话 会影响到第三个人的权益 不管是物权上面的来讲 或者是生命权上面来讲 都会有影响 所以就因为这些零零走走的问题 我们最后的因应的对策 就是希望能够一个立法规范 这个遥控无人机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内容 那它的整个的立法的宗旨 在我们民航法里面其实很简单 那大概用下一章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就是我们在内容部分 我们就区分成两个 一个是自然人 一个就是法人 那这个东西自然人跟法人 就是这个的区分 就是依据风险的不同去进行区分 所以说自然人下面的零零种种的各种东西 零零种种的各种东西 跟法人下面的零零种种的各种 不管活动目的 注册的方式 操作政策验 拿的证照的种类 活动区域 还有操作限制这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就有不同的一个管理 那就这部分内容来讲的话 我们在第二部分来讲 就是无人机的管理的内容里面 我们会跟大家做说明 好 那经过了这个大概一年多的努力 那这边也特别谢谢 不管是那个农方的一个管理单位 或者是我们的科技部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经济部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地方政府 跟我们这边一起努力 所以说相关的一个遥控无人机的一个业务 到今年的8月31号 这个目前的统计资料 要是到8月31号为止 我们注册的遥控无人机 大概已经有七万多台遥控无人机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讲说 无人机就是要讲台 还是要讲架 还是要讲量 那量的话是车子嘛 那我们目前来讲 好无人机我们现在是讲台 那飞机的话 真正的有人机的话 我们都会讲一架飞机两架飞机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数量时的部分来讲话 其实大家还没有统一 那我们这边暂时用七万一千零二十五台无人机 好 那在那个操作证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那个有一万多张操作证 那普通操作 扣掉普通操作证跟那个学习操作证 专业操作证 就是可以让法人雇用的专业操作证 其实也有五千多张 那其中大概有一千多张跟早上比较有关 那接近一千招是所谓的农喷的那个 第二类的G2的第二群的一个执照 G2的执照 那法人资格这边的话 大概有743个法人的资格 取得了能力选择设核 那空域化设这部分来讲的话 限航区29个航空站四周的话 因为分成红区跟黄区 那总共有17个航空站 那有34个那个航空站四周的限制区域 那飞行场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 但是像比方说 在那个我们不管是在高雄以南部来讲的话 高雄的那个80 好像应该是80外还是803医院吧 那个那边的话 就其实它上面就是一个飞行场 就接近卫武营那个地方 那个军医院就是一个飞行场 那还有就是我们台北的龙总等等 都有飞行场 那这飞行场四周的一公里的范围里面 也是无人机不能飞行的区域 那再来的话 就是地方政府丁丁种种的一些县市的区域 那目前有3000多个 那就这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图资我们在后面会多做 介绍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的话 遥控无人机的专章有哪一些的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的话一定就是民航法 那民航法的话 大概就是99条之9到99条之18 再加上后面的一些法则 118条之1到118条之3 这个条文的内容来讲的话 但我们不一一叙述 大概就是把我们整个民用航空法 有关遥控无人机的整个的规范或者是使用 合理使用的范围大概去做一个框线 那其中特别要跟大家这边做一个说明的就是 因为我们民航法本身是做那个 基本上是以民航的活动的规范为主 所以说建筑屋外开放空间 从市遥控无人机活动 才是归民航法管理的 如果说你是要用这个无人机去做一些管道啊 或者是室内的一些控制啊 或者是室内的一些表演展演等等 那基本上那就是室内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并不在我们民航法的范围里面 而是有另外其他的相关法规的适用的原因 这边特别提出来做一个说明的 那民航法毕竟它的内容有就是篇幅有限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聚系离仪的规定 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授权的一个词法 就是在民航法里面授权我们 去订定遥控无人机的管理规则 跟未来的话如果我们民航局的一些业务 可以委托那个相关的一些权责机关 去做一个管理的一个方法一个授权 好那接下来这一章的话 就是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的内容 那通常的话以后我们是希望就是 希望民航法是尽量稳定的 因为民航法必须要立法院同审查通过 然后总统明令公布 所以就立法的部分来讲 我们希望这个民航法能够在未来有限的时间里面 能够维持它一定的稳定性 但是遥控无人机的管理规则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的变动就可以稍微大一点 因为这是授权我们的交通部去做一个订定的 那就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像去年订完了之后 我们在今年的7月又有第一版的一个订定 主要就是关于操作证照这部分 有一些放宽的一些做法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在接下来的那个台湾无人机协会的一个 无修连无理事长那边 会有更细节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特别在农喷这部分来讲 原来的我们的飞航活动申请是三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是就有加入农委会的那个智慧 智慧农根的那个平台的话 那里面的那个一些细节的规定 我们跟农委会之间有所谓的资料的一个交换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飞航活动的申请的时间 可以从三个月延传到六个月 大概这两个部分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规定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广告一下 就是我们特别在遥控无人机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注册啊 或者一些管理的内容呢 在广告的上面 如果说你是在市面上边做贩售的 如果你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面去做贩售的话 你要标示大概三行的一个小字 就跟我们那个乡间上面的那个标示的那个情语 有点类似 会标示三行小字 那三行小字会说明一下 我们无人机管理的一个基本办法 那提醒买家去注意 提供充分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资讯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关于无人机 不管是进口者或者是制造者 他的一个社会责任的一个展现 好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遥控无人机关系规则的部分 那大概的话就是除了那个法规之外 大家比较重视的就是 如果我今天违规的话 有人来处罚我吗 或者是怎么处罚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然后控无人机的话 大概的罚则 很多人都以为说 不管是什么一律是罚30万 其实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从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如果你是违反的这部分来讲 是属于进航区 线航区跟机场四周 还有飞行高度超过400尺 直接影响飞行安全的部分 那我们的罚则是比较重的 是30万 那如果是没有领导操作证 跟没有投保责任保险这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是从6万开始 那如果说是其他一些 比较细节的一些规定 比方说你在逼方政府公告的 那个公告的禁止的区域去 去从事活动 或者违反相关的操作限制 在晚上飞 在夜间飞 那个在夜间飞 然后飞的飞行的 那个没有接近 没有跟建筑物保持三十公尺的建格等等 都是这个3万 3万块左右到15万的罚患 那如果是更细节的管理规则的话 因为细节的内容蛮多的 所以我们的罚则的认识 大概是从1万到150万不等 那对于自然认法都会比较轻 对于法人会罚的比较重 那这部分我们有调法标准表去处理 那大家好像看出来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限制 有很多的规则 有很多的限制的区域 操作的限制 操作的规范等等 但是法人只要经过申请 然后有能力检查的通过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飞行活动申请之后 这些不管是区域的限制 或者是操作的限制 其实都可以在我们有效的安全的管理下面 去做一个所谓的豁免的一个申请 这个是自然人跟法人的最大不同 那我们也知道 很多时候自然人一直在要求说 希望能够比较能够跟法人一样的权利 但是就我们现在目前执行到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在初期还是希望说 就安全管理这个责任 我们以法人这部分的身份去做负担会比较合适 好 那那个器材这部分我想大家很清楚 那就是注册这部分的话 如果你是自然的话 250公克以上要注册 政府机关学校法人的话 不管几公克都要注册 但是实务上面来讲 政府机关学校法人因为是从事业务 很少会拿250公克以下的无人机去使用 那校期是两年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从去年应该讲说 从前年开始到现在 大概也差不多到了明年开始 就会到了两年的一个换照期 两年之后换照注册的时候就会到了 校期到的时候 你也在前30天 必须要在我们系统上面重新去做申请 那如果说你这个两年 其实无人机没有怎么用的话 那这个东西的话 你两年到了之后 自然而然它的那个注册就自然自动的失效 那检验这部分来讲的话是25公斤以上 有具有导航的这一块来讲的话 才有具有检验的 否则其他的话都是没有达到25公斤 或者是25公斤以上 但是是超大型的航模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是免验 那形式检验实体检验 特逗实体检验 这里面的内容就比较偏向是属于 制造业的一些工程管理 或者是形态管制 或者是一些他们里面的是非 地面测试跟空中的是非 那就这块来讲的话 差不多是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那在人员管理的部分的话 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操作证 分成不同的操作证的那个形式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有一个我们操作证的那个考试的流露 那这部分我想我们就留给 那个接下来的吴修连吴理事长 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仔细的说明 好在活动区域来讲的话 那目前大家很清楚的活动区域的话 我们410以上 还有机场四周这块来讲的话 是由民航局来做 向民航局申请过同意 那如果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区域的话 那分成他们地方政府的公告的 红区跟绿区 那分别是向地方政府区域 取得他们的同意 再做一个非航活动的申请 好这是一个范例的一个举例 那这是台北市的一个公告的一个范例 那那个详细的内容总共有3000多个 那全台湾总共有3000多个 23个县市 23个地方政府 那总共有3000多个 地方政府公告的一个红区 那在操作限制部分 我想大家很清楚 我们就分为五要跟五要 那如果说是法人的话 经过非航活动的宣请 其实是可以排除操作限制的 但是它的必要的话 是必须要办理保险 那就这块的保险这部分来讲 也是我们社会安全维护的最后一个防线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很快就把遥控无人机的 非航活动的申请的一个方式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自然人的话基本上要注册 然后不见得要测验 那两公斤以上的话 才要去考一个普通操作证 用比市区的一个简单的测验 就在遵守活动区域跟操作限制 在绿区遵守操作限制进行飞行 那如果是政府机关做学校法人的话 那有所谓的能力审查 一个非航活动申请 到最后还有活动前后的登载 那就农业应用这部分来讲的话 活动前后的这个登载 如果你是上到那个 未来如果上到农委会的那个平台上 就来讲的话 在那边的登载 用我们这边的登载 我们视为是相同的一个效力 所以你只要登载一次就好 好那这个大概的话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能力审查 第二个阶段是非航活动申请 那这个细节部分 如果单单要讲非航活动申请的话 可能下次也许有机会 我们专门跟赖老师这边合作 我们专门花一点时间 再去讲一个非航活动申请的一个内容 那里面的细节比较多 那我们在这边就不多做赘述 好那所有的这个业务 我们都是一站式的遥控无人机的 管理资讯系统去做处理 那包括证照的考试 无人机的注册 法人的资格申请的 非航活动的申请等等 全部都是在这个遥控无人机 管理资讯系统里面去做完成的 好那就地理状况警觉来讲的话 我们也把前面所有的图资 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红区绿区黄区 是限航区它基于什么理由 我们都放在一个无人机的一个APP里面 叫中曼 那这个中曼的图资 在我们的前面讲的那个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里面 空域查询里面 其实也可以查到两边资料是一致的 好这个是大概是我们一个GS的一个 活动区域的一个展现 这是以台北市为例 下次我应该以那个台南为例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无人机的一个专区 那这个如果QR Code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 我们在民航局的渠网有一个无人机的专区 那我们自己还有一个LINE IT 那不定期的会推播 有关于无人机一些变动 不管是法规变动 或者是我们开放了什么考场等等的一些新资讯 都会在这边提出说明 那也很高兴在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跟赖老师的合作 未来的话可能在台南地区在成大的附近 我们会有一个方式去把我们的这个考场 能够在那边做一个设置 服务台南地区的一些无人机 不管是研究者或者是使用者 那就这块路口来讲的话 后续我想会再跟赖老师这边做更密切的一个联系 好那以上的话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报告